在李平儿心目当中 这西门庆那是真正的男子汉 一言出口四马难追 吐口唾沫都是个钉子 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就这大官人 说了不算他是算了不说 就他说那个话 还不如一个嘟鲁屁管用 红口白牙的就答应 说是五月二十四下聘礼 又说是六月初四正式的迎娶过门 这李平儿满心欢喜的还等着 可等到六月二十四这一天 又从早等到晚 啥事都没发生 等转过天来 这李平儿可就坐不住零销店了 赶紧把缝马给叫来了 现在他呀就剩下仨仆人了 一个缝马一个鹰春一个秀春 就这李平儿对西门庆都好出大天去了 两个小丫鬟鹰春秀春 都送给西门庆品尝过来 就是这缝马这岁数太大 都老掉牙了满脸折子 要不然呢就这位也得送给西门庆品尝品尝 先言少叙 单说这李平儿就吩咐缝马 让他呀到在西门庆的府上 仔细的打探一回 这缝马是忠心耿耿啊 辞别了平儿就赶奔西门的家宅 到这一看这老妈子有点傻眼呢 以前他到这来过 每日里都是门庆若市啊 可是现在一看怎么戚戚惨惨 清清凉凉啊 哎呀这这大官人家这怎么了这是 他上前呢就敲门啪啪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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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这手掌都拍肿了 里边啊就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哎呀这这这都死绝了 也不至于这样啊 人死绝了还能出来个狗啊 狗死绝了还能出来个耗子呀 这可倒好拍了半天呢 连个蚊子都没出来 哎呦这冯妈啊脑袋嗡嗡直响 有点台阶上头走下来 哎左瞧瞧右看看好半天呢 顺着大街那头低头搭了甲走来一人 冯妈一看眼睛就是一亮 因为这人他认识 正是西门庆的贴身小司 哎也是西门大官人的干儿子 名叫戴安 这冯妈赶紧就赢过去了 戴安呢你等会儿 我问你点事 戴安一抬头也认出冯妈来了 我冯老婆子你你什么事啊 一惊一乍的把我吓一跳 哎呦戴安 哎我想问问大官人在家不在家呀 啊我们家的大娘子啊 想找他去商量商量点事啊 哎呦这戴安一咧嘴都火上房了 哪有时间跟你们商量事 哎快一边去 哎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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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啊戴安挺讲礼貌的 可现在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显见着不在状态 他这一扒了 冯老婆哪受得了啊 往旁边这么一咧些 戴安过去了 有打脚门进了他们的家宅 一回神光当 脚门啊关的是死死的 哎呦这疯妈可就猜解不透了 实在是没辙了 回去禀明李平儿吧 等把这事一说 李平儿啊也傻眼了 呀这这不可能啊 到底出了什么情况了 竟然给咱们闭门羹啊 哎呀再等着吧 这一等啊是度日如年 一天一天的往下熬 这五月份可就过去了 哎到在六月初了 商量的挺好挺好的 六月初四哎过门迎娶 可是初四这天呢 还是啥事都没发生 哎这里的黎明是静悄悄 不光黎明静悄悄了 哎连中午再傍晚哎 包括深更半夜全是静悄悄 这李平儿更傻了 哎哟可是要了我的命了 疯妈啊明天一早你还得辛苦一趟 无论如何得见着大官人呢 哎哎我知道我知道 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 这冯妈啊第二天一大早 哎拐了拐了又奔西门家就来了 倒在门前一看 哎哟怎么比上次还冷清啊 侧耳朵一听 这院里头死一般的沉寂 这西门家人都怎么了都啊 哎哟我冯老婆是不是走错门了啊 没到西门大官人的府上 我到坟地来了 哎哟这这这比坟地都安静啊 左瞧瞧右看看 这回啊还不如上回呢 上回好歹还遇见一活的呀 哎就是那小厮叫戴安 这回可倒好 别说戴安 连戴安那都没瞅着 哎哟老太太溜溜的蹲了有大半天 最后一筹莫展呢 只好回去再禀报 李平儿文报更傻眼了 天呐这这可怎么办呢 真让家人我呀 拦把峨眉扫 羞江粉脸云 满怀忧恨记 憔悴 欲精神 好 这位李平儿啊 盼不来西门庆 他每日里是茶饭顿俭 精神恍惚 尤其到了晚上 孤枕难眠 在床上啊 呸唧呸唧 来回的就这么翻个就落大饼 黄黄乎乎当中 忽然听见外边啊 有人敲门 棒棒棒 棒棒棒 呀 这 这不是西门大观人来了吗 妇人赶紧起床 塌了着鞋 到外头把门打开了 一看 哎呦 真是喜出望外 这深更半夜的 西门庆还真就来了 哎呦 大观人呢 你 你为什么爽约呀 可 吵死我了 过去呀 拉住了西门庆 把他就拽到屋里来了 两个人呢 搂抱在一起 无比的亲热 彻夜的欢愉 这李平儿也傻了 那西门庆 为什么不来 哎 为什么他们家冷冷清清 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由于呀 一着急 竟忙着亲热了 哎 他忘了问了 这时候啊 天都快亮了 就听外边 啊 啊 鸡鸣无骨啊 这西门庆 赶紧游到床上 爬起来了 我得赶紧走 赶紧走 蹭 一溜晕光 没影了 呀 这李平儿 机灵灵 游到梦中惊醒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在一摸身上 这汗都湿漉漉的 头发 无比的散乱 哎呀 这半夜三更的来的是大观人吗 莫非说是什么妖狐鬼妹 不成啊 李平儿啊 越想越害怕 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了 赶紧就招呼 冯妈啊 冯妈你快来呀 哎哟 来了 来了 这冯妈啊 进到房中 我说 大娘子啊 你 你这是 咋的了 呀 昨夜晚间 西门大观人 来在了咱们家 一早啊 又匆匆忙忙的走了 你赶紧看看去 这大门关上没关上啊 冯妈一听啊 当时脑袋嗡了一声 心说坏了 这娘子患了相思病了 哎 这心都迷了 我说 大娘子啊 大观人 她根本就没来呀 连眼儿 我都没看着啊 啊 不可能吧 她明明和我 筹谋浅卷了 整整的衣袖啊 哎呀 晚间情景 历历在目 她怎么可能 是假的呢 冯妈也没话说了 哎哎 那好吧 好吧 那可能是我睡得 太死了 我没注意 这一天呢 就这么就过去了 等到第二天晚上 李平儿啊 又在屋里头 躺着睡觉 还是思念西门庆 就听见啪啪啪 有人呢 拍门 这一回跟昨天还不一样了 昨天敲的是大门 今天呢 敲的就是卧房的门 这李平儿急忙 有点床榻上爬起来 过去把门就打开了 一看西门庆啊 乐呵呵 门前站着 也不说话 一个恶虎扑石 曾就过来 就把这李平儿 搂抱在怀中 三下两下 走到床榻边上 哎 两个人呢 哎 这又开始了 李平儿真喜欢这西门庆 就这位来势汹汹 就这么鲁莽 李平儿啊 一点说拒绝的意思都没有 他是百般的迎合呀 还是那句话 欢愉 闲夜短 寂寞 恨耕肠 就这一宿 就眨眼的功夫 就过去了 外边 这雄鸡又畅小了 这西门庆爬起来 一转身 一道光滑 又不见了 这李平儿呢 又是惊出一身的冷汗 又到梦中醒过来了 呀 大观人去得好快呀 咱就这么说吧 尤达这会儿开始 这李平儿啊 每天晚上都判西门庆 一判呢 西门庆还就来了 进来之后 跟他亲热非常啊 天不亮 这西门庆转身就走 那动作那太快了 如飞似箭 一溜金光 时间一长 这李平儿可受不了了 身体吃亏了 面黄肌瘦 精神恍惚啊 哎呀 大观人 哎呀 一阵阵的声音 倒卧床榻之上 一病可就起不来了 把疯妈给急得 抓耳挠腮呀 两个小丫鬟 秀春和盈春 更够呛 那么点小岁数 哪见过这个呀 吓得瑟瑟发抖 有时候啊 都不敢到 李平儿的进前来 还得说缝马 岁数大 精的多 健的广 他就琢磨 我家主母 恐怕得了大病了 可能啊 是有什么狐独精 或者什么鬼魅 把他给缠住了 真要是那样的话 那可缺了大德了 就得把人折磨的呀 生不如死啊 这疯妈一琢磨 我现在是顶梁柱了 得拿个主剑呢 这才跟李平儿说 大娘子啊 我去给你呀 请一个大夫吧 你看你 眼时不尽 我床不起 时间长了 怎么得了啊 李平儿迷迷糊糊 点了点头 那 那就请吧 如果半途路中 遇上西门大官人 千千万 要把他请到家里头来呀 冯妈一听 得 好嘛 三句话离不开 这西门庆了 那我能碰得上吗 嘴上啊 还得连连的答应 哎 大娘子啊 你放心 放心吧 这冯妈啊 出来了 请大夫 哎 没费劲 还真就把大夫 给请来了 这位医生啊 姓蒋 名叫蒋珠珊 据说呀 他过去 还在皇宫里头干过 被称为蒋御医 这御医呀 当然就是给皇上 给娘娘看病的 不过 他也没有证书 也没有证人 就是他自己说 究竟尽没进过皇宫 那谁也不知道 这位长的是无短身材 一说话呢 还有一点轻浮狂胀 年纪呢 也就在三十岁左右 按理说呀 男女有别 瘦瘦不亲 这李平儿二十多岁 长得又那么漂亮 不应该把这个男医生 随随便便请到内房当中 可是不能汇集 记医呀 现在病入膏肓了 那就讲不起了 书说简短 这位蒋竹山呢 就进入了内室 小丫鬟迎春和秀春呢 在一旁伺候着 搬过椅子来 让蒋医生坐到这儿 好给李平儿好卖呀 这医生往这一坐 眼观鼻鼻关口口问心 表面上看老老实实 可心里头吧 一点都不老实 比那流氓还欢腾呢 他用眼睛这么一搭 哎呦我的天呐 这位李平儿长得 怎么这么漂亮 都说是笑包子狠搭技 病西施醉扬妃 尤其那西施 有病了之后 双手捧着心呲牙咧嘴 那才漂亮 我看呢 这李平儿就是西施那般的人物 你看病成这样了 怎么如此之娇美呀 哎呀 给这样的美人看病 我一定要认真 我得慢点看 我得多看一会儿 您看了吗 遇上这样的男大夫 那还好得了吗 就这位蒋珠珊 蒋大夫 就给李平儿好卖 哎摸着这小手 软绵绵的 他呀 扣住 可就舍不得撒开了 摇头晃脑啊 在那儿啊 就响入飞飞了 时间一长 这李平儿他有病啊 他说不出什么来 可旁边两个小丫鬟 包括缝马 都看出毛病来了 心说这医生 这是看病的吗 怎么耗卖一个劲的摸手啊 那手还来回的滑动 还蹭 再蹭就蹭 秃鲁皮了就 疯妈啊 绷不住了 我说 这位大夫啊 我家大娘子 得的是啥病啊 他这一说话 蒋珠珊 游梦方苏 以我之见啊 这病可是不轻 这叫阴阳交争 炸寒炸热 你家主母 这是六欲七情上 得的病啊 他似虐非虐 似寒非寒 白日则 倦带逝睡 精神短少 夜晚则 神不守舍 梦与鬼交 若不早治 久而 便为骨争之急 哎呀 那时可就危险了 哎哟 蒋大夫啊 您也别说那么多了 该开什么药 您就给开吧 好好好 带我开方 这位提起笔来 刷刷刷 开了个药方子 您别说 就这位蒋珠珊呢 别看色眯眯的 可是他这医术还挺高明 开出这方子来 他是对症下药 那么冯妈呢 拿着方子就抓药去了 回来俩丫鬟帮着一煎药 伺候着李平儿把药吃下去 一天呢 精神就好点了 两天能下地了三天 这病膜可就没了 当然了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啊 又僵养了几日 李平儿感觉呀 精神好多了 连忙就问这缝马 那一天来的大夫 他是谁呀 怎么有如此之 回春之妙手呢 疯妈乐了 大娘子哎 那天那大夫啊 是大街口星医的 叫蒋珠珊呢 哦哦哦 蒋大夫 受人点水之恩 须当涌全达报 何况人家 对我有再造之情呢 今天呢 我感觉神清气爽 疯妈啊 你赶紧出去 采买一些饮食来 咱们略备杯酒 好好的答谢一下 蒋医生 哎好嘞 好嘞好嘞 这疯妈跑出去 买东西去 俩丫鬟呢 就帮着打扫卫生 到了傍晚时分了 这韭菜也准备好了 疯妈又跑了一趟 哎把那位蒋珠珊 蒋大夫也请来了 李平儿啊 非常的礼貌 盛庄出营啊 飘飘到了万福 这个茶汤两患 请入了房中 两个小丫鬟左右拔展 这李平儿呢 亲自相陪 这才引出来一段 李平儿许驾 蒋珠珊 李平儿 罹患相思病 然后就能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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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肺下坏三毛七孔心 每天连觉都睡不着 连饭都吃不下去 那么吴月娘就不明白了 问西门庆为啥这么着急 你们好不小事 八十万进军阳提督 这么大一案子必然要株连 恐怕那黑名单上 肯定得有陈经济的名字 得有西门大姐的名字 好一好还得有我西门庆的名字 到时候皇上一道旨意 顺藤摸瓜暗图所记 我西门庆也得被抓到东京城去 那时节脑袋保住保不住 都不好说了 吴月娘一听也吓坏了 哎呀官人呢 那该怎么办呢 哎呀 头一眼咱们家不可再张扬了 关门庇护 谁都不可以随便的外出啊 因为咱们家现在正走着背字呢 我得罪的仇人也是特多特多 万一人家借这机会报复 那不完蛋了吗 另外呢 我不能坐一代币 必须把咱们那个银子多多的拿着去 油缸得使到日上 现在就得进京城去打点去了 如果说能够找着得力的人 把这黑名单给改一改 把咱们家人这个名字给去掉 那不就万事皆休了吗 吴月娘直晃脑袋呀 这这事好办嘛 西门庆叹了口气 死马当活马治呗 西门庆啊 这大放劲来了 保命嘛 当然得多花钱了 就把这些值钱的玩意儿 交给了两个家庆 一个是来保 一个是来望 这俩小子办事啊 特别的够到 所以派他们到东京城去 等俩人走了之后 西门庆啊 还是天天关着门 不敢到外头嘚瑟去 也正是这段时间 应该迎娶这李平儿了 但是西门庆他不敢呢 这要是抬着花轿 吹吹打打一折腾 别人看着一眼红 背地里头一下半子 那西门庆不就彻底 遮进去了吗 所以说那冯妈到家里头 来找他来 他吓得呀 连面都不敢见 可是人家李平儿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等啊等不及了 再加上这蒋竹山跟他说 西门庆不是个好东西 李平儿啊就变卦了 就跟蒋竹山结了婚了 可李平儿这些事啊 西门庆也不知道 他也不敢出去 瞎扫听去了 党啊盼啊 过去了好几个月 这两个家丁来保和来望啊 尤打变良城回来了 乐呵呵的 西门庆就问他们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哎呀 恭喜老爷 贺喜老爷呀 这事给摆平了 西门庆眼睛就一亮了 这一了解才知道 感情这俩小子 确实办事得利 倒在东京城 把四大奸党全都给找着了 什么高球啊 杨简呢 铜罐呢 菜精啊 这四个小子一块给使劲 竟然把那黑名单给改了 什么西门庆啊 陈经济啊 西门大姐啊 这名字给删除了 换上了旁人的名字 这一回西门家可就上了保险了 西门庆乐得 满院里头 呗呗呗呗的 支蹦高啊 全家白酒宴 庆贺 这段时间呢 他们家这工程也停了 什么大兴土木啊 修花园子 装修房屋啊 全都不敢了 这回可行了 恢复 继续开工 还有一样呢 西门庆就是想起这个李平儿来了 这就叫吃了三天饱饭 就想豆饿 哎呀 赶紧把小司这戴安给派出去了 去打听打听 那个你平宜那儿情况如何了 戴安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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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出去了 没用半天时间跑回来了 爹呀爹 他管西门庆叫爹 什么事啊 您能跟我找这个没人地方 我给您汇报吧 西门庆一看这变毛变色的 好吧 两个人来到花园当中 就在这凉亭上 戴安呢开始禀报 说我到我平仪那去看去了 他们家那地方他也变了 尤其门口外呀 开了一个大大的生药铺 里边还有一个坐堂的先生 姓蒋叫蒋珠珊 我一打听才明白 感情啊 这蒋珠珊是招赘的女婿 我平仪跟他呀 他结婚了 换句话说 就是您这个位置啊 让那蒋珠珊呢 给撬了 您这个人呢 让我平仪呀 给甩了 这西门庆文婷 哎呀 一声 你 你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 哎呦 这话我敢胡说八道吗 不信 您自己看去 哎呀 西门庆 气炸连杆肺是撕碎口中牙 外边 大大大大大大一马 骑上高头骏马 带上两个小丝啊 奔着 这十字街可就来了 那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啊 到这一看 这生药铺就在这戳着呢 那抓药的人还不少呢 出出尽尽是买卖兴隆啊 这西门庆伸着脖子又往里头一瞧 有一个坐堂的先生 五短身材 小搓坏子 比那五大狼啊 高一点 还有限 穿的也挺带劲 这派头啊 也是够足的 哎呀 就是这个混蛋王把膏子 小搓坝丁子 给我戴了绿帽子了 啊 那是我碗里的菜 怎么让你给吃了 不行 我一定得问个究竟 这西门庆啊 真想冲进去 把这搓坝子打一顿 另外找到李平儿 好好的质问一番 可是又一想啊 别那么干 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比海参 毕竟说我跟李平儿 我们过去好过那么一段 我多多少少给他留点脸面吧 因此上西门庆啊 枪压怒火 告诉小司这戴安 去 去到这个你平仪家里头啊 把那个老婆子姓冯那个 给我找来 或者是迎春的秀春 那俩丫鬟 给我找来 我一定要问个究竟 哎好好好 我我这就去 这就去 西门庆啊 一搏马 找这个狮子街旁边啊 有一家酒楼 到里边吃饭去了 就等着这戴安回来 时间不大 戴安领着冯妈就来了 冯妈啊 哆哩哆嗦的 呀好 见过了大官人 冯妈啊 你不要害怕 坐在这儿啊 如实的给我汇报一回 这冯妈哆哩哆嗦呀 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 说我们家大娘子受老鼻子罪了 他对您呢是一枉情深 结果您那儿呢 一点消息都没有 他在家里头就患了相思病了 晚上做噩梦 有鬼魂缠绕他 有狐狸精折磨他 把他整得人度人鬼不鬼的 奄奄一息 幸亏蒋竹山蒋大夫出现了 开了一剂良药 我家大娘子啊 这病体才好 他对这蒋大夫感谢的无可无不可 两个人又一聊天呢 非常的投脾气 最后啊 就放心暗许 就跟人家就谈了婚论嫁了 而且是倒插门 您看现在这日子过的不 不就成这样了吗 等西门庆听完这些情况 气得脑瓜子都快爆炸了 行行行 你就走吧 走吧 把这冯妈给打发走了 他呢 也喝不下 也吃不下了 带着小丝回家了 这回呀 咳气坏了 跟疯了差不多 到在家下了马 刚进这宜门 一看呢 吴月娘 孟玉楼 潘金莲 还有西门大姐 四个人啊 在前厅这地方 正一起玩耍呢 玩什么呀 玩的是跳绳 那年头啊 叫做跳马锁 西门庆一看这四个人呢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呼一下就冲过去了 那么吴月娘 孟玉楼 还有西门大姐 就发现这情况了 知道不是什么好事 赶紧一转身啊 揉揉揉揉揉揉 都往里边去了 就有一个人没跑 谁呀 就是潘金莲 他为什么没跑呢 不太方便 刚才跳绳没跳好 把鞋呀给踩掉了 所以他就蹲在那儿 撅着钉在那儿 提鞋呢 这西门庆啊 嗷一声 可就过去了 这玩意儿又生气 又喝点酒 精神呢 就有点不正常了 只点着潘金莲 他就骂 你个小娼妇 你们刚才在那儿干什么呢 潘金莲吓一跳 哎哟 观人呢 刚才我们一起 跳绳呢 呸 臭不要脸的 还跳绳 那是人干的事吗 我踹死你 过去 咚一脚 本来这潘金莲啊 在那儿就撅着呢 提鞋嘛 结果这一脚 踹到后腰上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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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滚带爬出去 有两三丈啊 把脸也给抢破了 胳膊也摔疼了 潘金莲就知道不好啊 赶紧爬起来 想往后头跑 西门庆啊蹭 一个剑步就过去了 你个小娼妇还敢跑 看我不打死你 您说潘金莲 招谁惹谁了 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了 两个小丝 来往和戴安呢 不能就这么看着呀 赶紧过来就劝 哎呀 爹呀 您您别这样啊 我我五娘他也没犯什么错啊 哎呀 你们两个兔崽子啊 还替他争口的 我我打死你们啊 啪啪啪 这大嘴巴就给抽上了 等抽完他们 一转身还是追这潘金莲啊 吓得金莲 嗷嗷怪叫 往里头就跑 到里边就有了救星了 吴岳娘 梦玉楼这些人都在这呢 大伙一看 哎 这不好啊 赶紧过来 把潘金莲就护住了 又过来几个家丁 哎 嫁着西门庆啊 给整到后院去了 让他先醒醒酒 等这边就开声会了 吴岳娘就埋怨这潘金莲 吴娘啊 你你怎么不多长长眼呢 你看见大官人呢 醉醺醺的回来 白眼珠起红线都血贯同仁了 你还不抓紧时间躲躲 还在那儿等着挨打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潘金莲也委屈呀 我 我不是鞋子掉了吗 我提提鞋呀 我 我招谁惹谁了 吴岳娘扭过头来 又问这小厮叫戴安 哎呀 你爹是什么毛病 为什么发疯了一般呢 哎呀 大娘啊 我爹在外边喝酒生气 原因呢 就是这个李平儿啊 他他他没嫁给我爹 嫁给那个蒋太医了 我爹呢 就吃醋了 所以回来就就就就打人 孟宇楼温厅叹了口气 哎呀 要说毛病啊 就出在这个李平儿的身上 你说他男人死了才多长时间呢 他就忍纳不住了 孝福还没满呢 就嫁人了 哎 着实的 咳脑啊 吴岳娘一听呢 他顺口大音 哎 要说这个孝福没满的 就嫁人的呀 也不止他一个人 这种人呢 他就是淫妇 他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真洁 说的难听一点吧 这种女人呢 他就是臭不要脸的 哎呦 吴岳娘这句话可厉害了 误伤了俩人 一个是潘金莲 一个是孟宇楼啊 这二位出身差不多少 都是死了丈夫之后 然后嫁给西门庆为妾的 孟宇楼校服也没满 这潘金莲校服就更美满了 所以吴岳娘这一句话 把这俩人全给得罪了 那孟宇楼还好一点 可潘金莲是什么人呢 恨的他呀 压根都痒痒 心说这个吴岳娘 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 你指桑骂怀你跟谁呀 别看你是大婆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就等着吧 只要有机会 我就要你的好桥 书说简短 眨眼之间呢 到了晚上了 西门庆这酒也醒的差不多了 感觉脑袋奔奔的 直蹦就那么疼啊 哎呀 今夜晚间到哪儿去歇歇呢 嗯 还得到潘金莲那儿去 哎 她还是最有味的一个女人呢 晃晃悠悠 奔潘金莲这儿可就来了 挑帘龙 往屋里头一看 哎呦 这西门庆啊 可就愣住了 西门庆 是王八钻灶坑 憋气带窝火 就因为这李平儿啊 嫁给了蒋珠山了 他好像喝了168斤山西大陈醋 酸的这牙都掉了 怎么办呢 回家呀 就耍酒疯 踹这个打那个 整的是猫狗伤心 等到了晚上 他找这潘金莲来了 潘金莲也别扭啊 因为刚才一场折腾 吴月娘啊 说那话没处听去 说什么不要脸的荡妇 校服没满 就忙着嫁汉子 等等等等吧 那么这话 他就有误伤了 你到底是骂李平儿呢 还是骂孟玉楼 还是骂潘金莲呢 这玩意儿都不好说 这潘金莲可就多了心了 暗咬银牙呀 说找机会 我就得报复 哎 当天晚上这机会 可就来了 西门庆 到他这屋里头 来休息 仍然是牢骂满腹啊 这潘金莲把嘴一撅 说官人呢 你就别说了 当初我怎么劝你来着 我说我跟那李平儿 是好姐妹 你抓紧时间呢 把他取过来 先下米是先吃饭 可你呢 就是不听啊 只顾去问大姐姐 常言说得好 信了条是丢了瓢啊 你把事给做错了 你还埋怨哪个呀 西门庆一听 心头着火呀 腾一下可就起来了 云山半壁通红 哎呀 要说这毛病 就出在吴岳娘的身上 当初我说我要纳妾 娶这李平儿 你看吴岳娘 几个机几个机 给我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把我脑子都给搅乱了 哎呀 吴岳娘这个荡妇啊 迟早我得收拾她 您看了吗 吴岳娘那么贤惠一个女人 这西门庆啊 竟然把她给恨上了 这事啊 跟潘金莲的枕边风 那是分不开的 从打这天开始 西门庆再看见吴岳娘啊 他不说话了 见面就是把眼睛一斜 身子一扭 就仿佛没看着是一样 这吴岳娘也生气 心说这西门庆啊 你就是屎拉到了裤裆里头 你跟狗打架 肚子疼愿造王 你是瞎怪呀 扪心自问 我吴岳娘给你出的主意 哪一宗哪一件不是上乘的 不是对你修身齐佳 有帮助的 哎呀 你还不跟我说话了 那我跟你呀 也是吃冰棍拉冰棍 他没有话 这两口子就嗷生气了 压下这事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这西门庆 他还是窝火呀 恨哪 恨谁呀 就恨那蒋猪山 心说你小子也不撒泡尿 好好的照一照 你什么德性 就那个头比五大郎高不了多少 长得那个猥琐劲 再者说你有什么能耐呀 天天就冒充 说自己是太医院的 实际上太医院大门朝哪边开 你都未必知道 一阵花言巧语 钻我的空子 把李平儿整你被窝去了 哎呀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不共戴天 您看这西门庆 就是这么不要脸 人家李平儿 是花子虚的媳妇 他呀 第三者插足 人家哭着喊着 要嫁给他吧 他又不珍惜 又不抓紧 现在蒋竹山 占了他的窝了 他又接受不了了 嗯 我怎么办呢 我西门大官人 有的是钱 随便掏出一点来 就能把蒋挫子 这腿给他砸折了 哼 你就挡着瞧吧 那么长赶级 肯定能遇上庆家呀 这一天西门庆 出去赴宴去 到谁家去呢 是下提刑 这个宋朝 专门设有一种提刑官呢 是干什么的呢 就相当于现在的法医 大伙经常的看电视剧 有这么个名字 一定非常熟悉 就是大宋提刑官 宋辞 那就是做法医 做鉴定的 西门庆结交的 这下提刑啊 就是这么个角色 俩人关系不错 等吃饱了 喝足了 西门庆告辞回来 骑着高头骏马 旁边带着小司 叫戴安 有七八分醉意了 小风一吹呀 还挺舒服 路过这地方呢 叫南娃子巷 这地方啊 有好多的赌场 一些赌徒啊 流氓啊 恶棍呢 都喜欢在此聚集 西门庆经常跟他们打交道啊 所以是这一代的名人 骑着马 游这一过 有俩人就瞧见他 也是俩臭无赖 一个叫草里蛇 鲁华 另一个叫做过街鼠张胜 这俩小子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啊 经常的受到西门庆的资助 今天呢 这鲁华和张胜又输了钱了 哎呀 连裤子都差点输出去 心里头憋气窝火 出来这么一瞧 哎嘿 正看见大官人西门庆 骑着高头骏马 有点面前经过 这二位赶紧过去了 拦住了马头 哎呀 大官人 好久不见呢 我二人在这给您呢 行礼了 西门庆一看 哎呀 这俩小子 啊 这可有了大用了 急忙勒住了坐马 你二人在这干什么呢 大官人呢 我们俩在这耍钱 结果这 这这手太臭了 输了个毛肝爪净 哈哈 你们俩运气可真不错呀 哎呦 大官人 我们都输成这样了 您还奚落我们呢 不是 我说你们呢 运气好 不是说输了钱算运气好 而是欲找我西门庆了 谁不知道大官人 我仗义书才呀 小思 戴安啊 儿子 我在这呢 打开了兜囊 取出来文银 无良 赠予他二人 真大方 一张嘴就是无良银子 拿到今天来说 就得顶这个人民币五千块钱以上 这戴安一伸手把银子拿出来了 往前一递 二位 收着吧 这是我爹送给你们的 这草里舌鲁华和过街鼠张胜 互相看了一眼 可就乐了 哎呀 大官人 无功受禄 寝食难安 我们哥俩 花您的钱 花的可不少了 这回 这回 这回也拿着吧 好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拒绝呀 哎 大官人呢 我们哥俩也是懂得感恩的人 您要是有什么事 您尽管吩咐下来 如果说 往这个东洋大海里头 拔这个苍龙头上的鸡脚 到西越华山 取猛虎口中的牙齿 那我们办不到 要是小小不言的 什么招个猫 逗个狗啥的 哎 您该吩咐 您就吩咐 西门庆冷笑一声 嗯 还确实 有个事啊 希望你们俩能够帮忙 哎 大官人 您说吧 西门庆用手一指 戴安呢 你带他们 到在无人之处 给交代交代 哎哎 是呢 儿子 遵命 这小思戴安 领着这俩坏小子 离开这人多的地方啊 找了一个墙角嘎拉 这地方绝对肃静 没有人的偷听 戴安趴到他们俩耳朵边上 二位 现在我爹呀 确实遇上点烦心的事 就是有一个李平儿啊 还有一个 蒋珠山呢 把我爹给给给气坏了 他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 嘚嘚嘚 这戴安啊 就说完了 曹理蛇鲁华和过街鼠张胜 一听可就明白了 哎哎哎哎 要说旁的事 我们哥俩呀 干不了 这个事我们拿手啊 您就跟大官人就回复 让他老人家回家就听信去吧 哎 用不了两天 准保让他出气 哎哎哎 好嘞好嘞好嘞 二位多多的费心吧 事成之后呢 我爹肯定还有仲谢 哎 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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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思戴安回去了 哎 扶保着这西门庆啊 回转家宅 到家之后 这西门庆啊 非常的欢心 那是胸有成竹 正好这潘金莲过来陪他了 西门庆啊 音效一声 六姐啊 嘿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呀 官人哪 有什么事把你乐成这个样啊 嘿 就是有一个叫蒋珠珊的 冒充叫蒋太医 他呀 开了一家生药铺 到明天 我管叫他脸上啊 开这个果子铺 呦 官人哪 您这话是指什么说的 嘿 实不相瞒呢 今天我遇上俩人 一个叫鲁华 一个叫张胜 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 潘金莲一听啊 直咧嘴 官人哪 这招可是够损的 哎 那你甭管 量小非君子是无毒 不丈夫啊 压下这西门庆 在家里头怎么得意 咱们暂切不提 回过头来呀 再说蒋珠珊 这位冒牌的太医 自从招坠到李平儿家里头之后 一开始啊 日子还能凑合 可后来 这矛盾呢 是越来越深 这李平儿掐着半喇眼角 看不上这蒋珠珊 就因为他呀 不惯风月 跟那西门庆 江湖老手比起来 那就是滴了搭了 小徒孙 跟老祖师爷的区别 也闹了几场矛盾 后来呀 李平儿跟这蒋珠珊 都分居了 一个在里边睡 一个在外边睡 根本不允许 这姓蒋的上床了 这蒋珠珊呢 挺憋气 一琢磨 干脆 男子汉大丈夫先立业后成家 我这不是开着药铺呢 我把这买卖先做好了 将来呀 赚了大笔大笔的银子 我也人钱显贵 奥利多尊 那时候李平儿就得高看我一眼了 因此上 他是挺敬业挺敬业的 每天都耗在这个药铺里头 潜心的就钻研业务 这天呢 正在柜台里头坐着 忽然之间有点外头 腾腾腾腾 进了俩人 这二位可能是喝完酒了 亮亮呛呛 冷冷冷静静的 进来之后 鸭子腿一拧 就往旁边那凳子上头 就那么一坐 蒋竹山吓一跳 一瞧这 这二位这也不认识 怎么这种派头 歪戴帽子斜瞪眼 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 其中一位呀 拿着牙签 呸呸呸正提牙呢 我说 你是这儿坐堂的先生啊 不才蒋竹山是这儿负责人 那我买点药 我要买点狗黄 狗黄 哎呀 蒋竹山乐了 这位先生 您开玩笑吧 咱们这儿只有牛黄 他没有狗黄 狗那个玩意儿 他不长黄 啊 没有狗黄啊 那我就来点冰灰 也可以呀 我冰冰 冰灰 哎呦 先生 这个冰灰 这这也没有 只有一种药啊 叫做冰片 乃是南海波斯国的地道药材 您来点吧 哎 我我我 我你等等 你刚才说了一个词 叫什么 地道药材 哎 这怎么解释 哎呀 这地道药材呀 就是各地有名的药材 您比如说 鲜罗西角 非洲羚羊 胶纸肉贵野山人神 关东花马路融 云南斗寇四川黄莲 华州橘红 西藏红花 这都归为地道药材 哎 也叫道地药材呀 啊 你这小子 你这小子还真就装起先生来了 啊 什么突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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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狗吐石似的 说那么一大套啊 我说姓蒋队 咱也别演戏了 你赶紧把你那眼睛好好的扒一把 你看看大爷我是谁 这蒋珠山 拢目光仔细看 看了好半天 还是一点都不认识 哎呀 您恕我眼拙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啊 想不起来了 那我就给你提个醒 在咱们这街面上 有这么一位 叫做曹李舍鲁华 你听说过吗 听是个 哎呦 这蒋珠山呢 还真就听说过 曹李舍鲁华 过街鼠张胜 这是这一代有名的小会会 就喜欢赌钱 而且舒打赢要 平时呢 八绝户坟踹寡妇门 打瞎子骂哑巴 欺负老实人 什么缺德 他们干什么 哎呀 这蒋珠山可就有点紧张啊 莫非说 您就是曹李舍鲁华 鲁英雄 算你猜对了 我是鲁华 旁边坐这位呢 是我的好兄弟叫做过街鼠张胜 哦 施敬 施敬 两位好汉呢 我有眼不识泰山 有道是贵族不踏见地呀 不知今天 二位来我这小小的药店 有何吩咐呢 你小子可真能装啊 俗话说的好 这苍蝇他不钻到没缝的蛋 我看你小子就有点裂缝了 所以我们哥俩来钻钻你 这小子说完了也后悔了 心说这 这骂人骂的没水平 虽然把他给骂成蛋了 说他裂缝了 可是把我们哥俩也说成苍蝇了 吃亏吃亏呀 这鲁华是结茬爸爸 我说啊 蒋珠山呢 有道是余官不贫 赖账可不付 又道是杀人偿命 欠债得还钱呢 你以前串铃卖高药的时候 借了鲁大哥我一笔银子 难道说你就想不起来了吗 我这这 蒋珠山心说这这不胡说八道吗 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呢 好汉爷呀 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我为什么要借您的钱呢 嘿嘿 你还真就能装啊 前二年你原配的媳妇不是死了吗 你没有钱买棺材呀 因此上找我借了文银三十两 现在是力加力力滚力 应该还我四十八两了 为什么本力都不见呢 旁边那过街鼠张胜也说话了 对了 你赖账还想赖到几时啊 蒋珠山脑袋嗡嗡之响啊 二位好汉呢 这这思评文书观评印 你们说我欠钱有什么证据没有啊 这鲁华脖子一耿耿 没有证据我也不能来找你啊 我旁边这兄弟过街鼠张胜 这就是人证 你借钱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来着 另外呢你还立下了字句 就在我怀里头揣着呢 说着话一伸手刷拉拉 真就有的怀里头拿出来一张字句 当然了这玩意儿是他伪造的了 可是跟真事一样 也不知道从哪找的狗爪子 呱呱呱 还印上红手印了 证据确凿啊 还钱吧 把蒋珠山给气得 小脸是辣渣黄啊 哎呀 你们俩就是无理取闹 就想讹诈我的钱财啊 这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 岂能任你们狐行啊 呵呵还反了你了 这草里蛇鲁华就蹦起来了 把胳膊一轮啊 就是一嘎巴西脆的大耳雷子 这下可把蒋珠山给打着了 就感觉呀 脸上发烧 这耳朵一阵的轰鸣 哎呀 你还真敢打我 打你 打你这是好的 我还踹你呢 砸你的药垫 屁翘啪啪听 这俩小子蹦起来 连砸东西 带打人呢 这蒋珠山呢 怒火冲天 好啊 没有这么欺负人的 我我跟你们俩 拼了